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繁荣 应该说文化昌盛 可以说是一个在全世界的华人世界来讲 可能是应该说一个天堂 也是一个相当幸福的环境 可是我生活在中国出生 我出生的年代就是战争 这是1940年中日战争打得很激烈的时候 我出生就是在战争中出生 然后就是逃难 再接着我稍微孩子懂事一点的时候 又是内战 国共的内战 所以战争不断 战争结束以后 49年以后 共产党在中国就取得政权 开始了和平的几年 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 翻天覆地 弄得家破人亡 在我的生活的经验里面 就是政治的动物量和战争 所以我应该说 今天台湾的同学们 你们应该说应该充分运势到 在中国人在近百年的历史里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幸福的时代 所以我觉得应该首先要珍惜这个幸福 现在我回头来讲这个教育 这个我觉得台湾今天社会有这么一个和平 繁荣和昌盛的这个这么一个环境 而且台湾也完成了这个 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化的这个 很顺利地完成的这个进程 所以在今天既有这个和平的环境 生活的安定 同时还有一个充分的民主 也就是说有个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 这是可以说中国人百年来所期待的 如果说有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我认为在台湾已经实现了 所以面对在这么一个现实的环境下 你看台湾的同学们 这个年轻的这些学生如何贡献于社会 如何在这个新的在这种一个美好的环境下 还能做些什么 这是我想以我自身的经验来给大家提出一点建议 我自己的经验是在这个政治和动乱中 要取得一点自由是非常困难 这个如果说作为一个知识论子 首先它是要思想的自由 可是我做学生时代就是相当的艰难 我的大学时代甚至毛泽东的时代 这个大学的政治侵入大学校园 无处不是政治 哪怕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到我年轻的时候 17岁上的大学 哪怕这个找你同学谈恋爱 这个都不可以说出一点这个这个你真实的感受 我比方说 当时有一本书叫做《青春之歌》是讲共产党 这个一个宣传的读物吧 我对这本书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文学书 所以对这样一本宣传的这个一个政治宣传的小说 当然不效一步 我就发表了一点 随便也发表了一点这个看法 跟一个女同学立刻就被汇报 并不是因为女同学不好 而是因为这个政治是这样的无苦无辱 应该说政治独化的人的一个起码的良知 所以就这么一个小事情都可以被这个都可以揭发 你至于我在大学里头从一上大学起 就是可以说我就有一种恐惧 就是说不可以和人说自己的这个这个知识的感受 我在大学里头应该说 除了上这个这个这个专业课以外 剩下的时间就是抛图书馆 所以我大学里我认为大学里很重要 大学的图书馆是非常重要 人类的文化都实际上这个文化 这是知识 在图书馆里只要你去呈下心来 你去钻研进去的话 这些人类文化的积累都在图书馆 所以我认为一个大学 一个完美的图书馆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中学时代很幸运 我在南京中学 当时我在南京都中学的时候 这个京明中学就跟这个师大一样 是一个老学校 这个是当年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是跟自赔款之后 就建立了一个洋学堂 所以那个是长书之丰富 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就读了很多的书 不只是在共产党这个证券下 这个新的书馆 以前的老书馆的图书馆都可以找到 而且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进书 就是说可以图书馆没有说什么书是能看的 不说不能看的 我的中学时代 和到大学时代就不一样了 大学时代虽然图书馆也有很多书 但是这个书是有学是能看的 有学是不能看的 这个我通过一个办法 就是和图书馆的管理员交出朋友 那么就是说我可以 他可以让我到图书馆里头去到这个书库里去去挑书 这是我唯一的在大学里头得到的一个好处 一个特权 这是我跟图书馆的管理员交出朋友 然后把同学的这个不用的借书卡 因为每个人可以有五本书的借书卡 我把这个借书的其他同学不用的借书卡 我一起搜索回来 因此我一次到图书馆里去 就可以挑一包书 二三十本书 真正满满一书包 所以这个读书就是成了我的大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而书中应该说什么都有 这个我从这个文学读起 读到历史 读到哲学 这都是在这个当时的政治政权 或者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控制之外的 这些思想资源我都接触到 所以我在大学里头 这个我的可以说是一个借大学这个机会 是吧 得到图书馆的这么一种 这么一个夫妇的一个一个 一个条件 所以我可以说我的大学 主要的水平自修完成 除了我的当然法语的专业课 那是那当然也得由老师来教 我在大学里头又特别感受到一个 这个我遇到两位教授 这两位教授 是没有太受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治的这个 有污染的 他们相当的开放 因此这两位教授也我的 也 让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觉得今年应该 应该在这个 借这个 这个机会 也应该说 就是大学的老师对主 对学生 教授对学生 最好的开放 我认为是 除了传授知识以外 就是宽容 这两位教授对我特别的宽容 因为每次考试的题目的时候 我都不答题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题目出的 这个 过于紧张 或者说我认为 过于这个 都不要回答 等于是是非答案 因此我往往这个答案 是 洋洋打官的一篇 发生我自己的看法 我包括对题目都进行批评 我觉得这个题目或者 对题目的意义不大 或者是什么 所以这样 可是 两位教授 给我的分数做很好 并不因此 是吧 这个 就 所以这个 我从这两位教授 这老先生那里 得到一个 就是对同学 教学 对学生 我以为 除了教授知识以外 还有宽容 这个是我在大学里头 从别的老师里头 得不到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两位教授 这是我在大学里正面的东西 然后还有 在大学里头 在那个时候我就对戏剧有兴趣 我就组织剧团 可是我的剧团 其实我的剧团 当然 可以说非常学术性的 是吧 因为我对戏剧有兴趣 而且对戏剧表演艺术有兴趣 所以我 当时的时候 因为它是苏联的影响 那个 戏剧都是斯坦尼沙斯基 我就企图成立一个剧团 来研究斯坦尼沙斯基的表演方法 我们做了五大学的两年 几个同学 这个后来这个共青团 那个组织 认为我们这里头 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再加上我们这几个里头 没有一个共青团团员 所以最后这个学生就要说 你们把这个剧团停止了 最后大人就好停止 但是在这个大学期间 我有这么一个经验 我认为大学社团是很重要的 大学社团是一个人的能力 培养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 和实现它的创意的一个最初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期间的话 这个大学社团的活动 在今天这条栏当然是不成为 不成为主要组织 什么样的社团 这样的活动都是可以的 而且都受到鼓励 所以但是我觉得应该学生呢 从除了这个 从老师那儿传授知识以外 一个我的一个经验 大学的日后对我非常有用 就是多读书 这个书不仅是在你专业的 这个学习的范围之类 应该有广泛的兴趣 那那是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的应该说我的各科都很好 学习对我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从理工科学到这个文科 我的成绩当然都不够苦 应该说都很好 同时又喜欢音乐 又画画 又拉小提琴又画油画 从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到大学以后 这个仍然有很广泛的兴趣 对我日后的成长和我的这个创作 我认为都带来很大的好处 虽然我不一定 虽然后来我也不从事这个这个 我对物理学的兴趣 包括对数学的兴趣 我在中学就有 到了大学以后 我仍然对比方说 当时以后我读到爱因斯坦的论文集 我我我我我我居然把爱因斯坦的论文集 读完了 虽然你说大量的数学符号 是那个那个是我不懂的 但是我是已经大学 这是在大学之后 我读到了当时翻译书馆 所以对科学著作 我也很有兴趣 我以为不管是大学是学文科 还是学理科的这个学生 在他的学专业的范围以外 在对其他有兴趣 我认为到过来会对他专业的成长 和对人生的成长都是有很有好处的 比方说我对哲学的兴趣 这个因为我们在大学的哲学就是 就是马列主义哲学 那个教师就是上自治课 那点自治常识 已经听了千遍万遍都不需要再听了 所以我上了这种课的时候 这种大课的时候 但是要点名 我就把书包放在那里 先点完名以后 因为一上就是一个上 这个 待一个不到半个小时 我就溜着 溜着我就上书馆 把我把书包放在那里 人好像人还在 这个 我就觉得 虽然马列 那个时候我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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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是马列 可是我说 你既然上马列主义 不如直接去看马克思恩格斯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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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的祖宗 所以我居然 这你们都不能想到 列宁文集的三十六卷 我全部翻译过 这个 这个 斯大林的 全集是十二卷 加上最后有一卷 连共党史 十三卷 我在暑假的时候 也全部翻译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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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恩的 这个 原主 包括他的 哲学 和哲列宁的哲学底级 我都读过 读过 读过以后 我的 我的感觉就是 我还要去读 其他的哲学 所以我在大学期间 我同时有读 其他的 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都是在我大学的 专业的学员 学配以外 其实 一个 年轻人 这个 这个 经历是无限的 这个 不必限定在 这个 老师所 或者你们 专业的 范格之类 其实是可以学很多 只要有这个兴趣 是可以学很多东西 我读了这些 哲学著作以外 当时 日后对我 是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深远的影响 就是说 丢掉意识形态 所以我在这里 要跟 跟同学们 这个 和这个 交换一个经验 就是 不制作以某一种意识形态 我读哲学 读哲学史的结果 就发现 对世界的解说 是多种多样的 不是只有一种解说 不是只有一种 唯一正确的解说 是吧 这样 当然对我日后的创作和思考 以及 当政治风暴来临的时候 能保持一定清醒的头脑是有关系的 在中国那个时候 当时政治的狂热 只好是文化革命 毛泽东 又发动了文化革命 我上大学的之前 就是 发动了 反右斗争 反右斗争 也涉及到我自己的家庭 我父亲就 先被化为右派 后来因为 超过了百分比 在他们的那个系统里 百分之五 就它已经 超过百分比 就把它又 又从乡下又弄回来了 这是 因此我一上大学 就受到这个影响 到了以后 然后又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 这个当政治狂者吸引而来的时候 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会 不被这个 要不被这个政治狂潮卷进去 或是成为牺牲品 或是成为打手 是吧 非死即比呢 或是革命 或是反革命 你要不革命呢 你不反革命也不革命呢 是吧 你不是这样 不那样 是不是可以呢 我以为是可以的 因此我又得出了另外一个看法 这个非死即比 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东西 非死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在政治狂争中 往往是这样 把人打成 不是这样 都是没有 非死即比 这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逻辑 是吧 也是政治狂热能够成为气候的一个原因 是吧 它也利用人们的弱点 是吧 而不无道理 是吧 各有各的道理 那么呢 我从此也得出一个认识 就是 非此非彼可不可以 当这种意见和那种意见都是说它是唯一正确的时候 我们还可不可以有另一种看法 这是非死非彼 也就是超越 超越这个略定俗成的或者是成为一种时髦的或者是在一种政治气氛下 是吧 是 所谓的政治正确 可不可以超越这之事 我以为当然是可以超越 这就是我在大学读书 这个和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得来的 我就想把这些这个这个这个我的这些经验啊 转告或者是和同学们和这个做一个交流 是吧 这个概括起来就是说就是概括起来说就是宽容 一个宽容一个多元啊 这个啊 再一个是独立思考 啊 其实人类的知识都在那里 只要你去 嗯 多读书 是吧 同时又独立思考 啊 因此是可以有自己的 啊 一个得出自己的认知来 在今天这个社会 啊 嗯 我下面还会有不少的讲座 当然我会继续谈到 就是我们当今社会下 这个告别意识形态时代 是吧 嗯 超越这种政治是非 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认知和判断 我以为是可以有的 而且我们需要这种清醒的认知 才能面对这个复杂的事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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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